明杰刚刚特别讲到英特尔的这个CEO 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他强调晶片可以决定 这个地球未来50年 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一方面台湾确实晶片 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国安跟产业 另外一方面地缘政治的晶片之战 当然也在西太平洋 而同时美中在南海 此刻事实上双方的航母打击群 事实上都在进行军演 对我们这一天谈到 那这个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 1月12号穿越巴士海峡 1月13号入南海之后 到黄元岛西北方200公里的位置 不过他速度非常快 只花了三天时间就高速穿越南海 那抵达这个近马六甲海峡的位置 不过这个动作 这个中国的小粉红马上出来奚落 说尼米兹号航母就是因为 解放军他在1月14号 也对外宣称说 三东舰航母打击群也在南海进行演练 是因为看到三东舰出阵 所以尼米兹认输逃走 那这个说法当然 这一个满足他内部的 这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不过现在也有中国媒体罕见的 那有评论员出来讲实话 说这一个动作其实是美军 三天就这个穿越南海 在展现他能够任意高速穿越南海的能力 绝对不是任输逃走 而且甚至自己也坦言说 三东舰站立绝对不如尼米兹号 那当然我们观察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之后 我们不要讲尼米兹号本身 盾位满载10万吨 三东舰满载6.5万吨 本来就比美军的这个航母要小了一截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 这个三东舰还是采取这种滑跳式 那这个尼米兹号再怎么老旧 他都是蒸汽弹射 所以上面舰载机的起降的数字 其实是完全不能相比 因为先前包含辽宁号 在这个西太平洋 这花了16天 总共这个起降320次 320次的概念 基本上如果以尼米兹级来讲 他一天战备的时候 最多就可以到160次 甚至全天后如果要起降的话 一天就可以达到320次 你辽宁号或者三东舰 这些所谓姐妹同行的航母来讲 只有320次居然要花16天 这个数字完全不能对比 那同时舰载机来讲 三东舰上面他们号称密密麻麻 但是他的甲板跟这个尼米兹号 也是面积大小差非常大 特别是机库的部分 所以三东舰最多满载可能到36架 包含直升机在内 那但是尼米兹号 可以到达七八十架的规模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战力对比 最重要还有就是美军 无论如何都是核动力航母 那这个三东舰还是传统动力 那在这个部分战力 不如这个美军 其实很难得有中国的媒体 也讲出实在话 那到底是谁碰到谁会逃走 其实时间在往前推 你可以看到 尼米兹号在1月初 这个抵达西太平洋 特别是台湾周边海域的时候 那当时本来在这一个同位置 耀武洋 我已经打两个星期的辽宁号 反而在那个时间点打包回家 所以到底是谁认输逃走 其实从事实可以来做检证 那当然除了在南海的角力 那在台海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都快过年了 但是中国的媒体 还是不忘对台 这一个文攻武克 像今天基本上来讲 还是有18架的共机 在台海周边出没 来骚扰台湾中间6架 进入台湾的ADIZ 防空识别区 那当然这一个央视 还持续的文攻 就是说他在1月17号 还对外公开说 这一个部署在安徽五湖 有一支叫王海大队 就歼20的前进基地 在这支部队 他的大队长出来讲说 他曾经驾驶 这一个歼20穿越台海 而且俯瞰祖国宝岛 看清楚看到宝岛的 这个海岸线跟山脉 而且还呛说 这个台海没有所谓的 这条线或那条线 那大事狂言说 台海中线不存在 那还这个扬言说 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 再飞过来 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无非就是在 满足内部的这个情绪 当然也是他的亲台妄想 那歼20到底 有没有飞越台海 台湾到底有没有发现 他的行踪 其实就算发现 我认为 情之上的公布 也不一定要对外公开 因为连美军都非常保守 美军的太平洋空军司令 我也是8月去年 曾经3月的时候 就讲到说 美军有一架F35的 这个逆中战机 曾经在东海近距离 接触到歼20 那当时他的谈话 直接讲说 其实事后评估认为 其实对于歼20 美军其实不会太担心 也不会到睡不到觉的程度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号称 有逆中性能的歼20 在台海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效用 如果照美军的想法 他可能还希望歼20 多出现在这个东海 可以让他摸清楚他的性能 是不是有他宣传的这么的强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 在整个西太平洋 除了台海南海 现在连东海的部分 我们看到美军也持续在加强 这个地方的一个防空的一个力量 那特别是先前 中国媒体利用说 美军准备就从加首纳基地 撤离这个48架15F15 CD这样的一个旧型的战机 就讲说美军要撤离西太平洋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美军的动作 除了先前已经前进部署 12架F22逆中战机之外 现在传出连祝德美军 第480的这个战斗中队 也调了12架的F16 这个到这一个冲绳加首纳基地 来换防 那这个动作非常特殊 最重要第一个 他的本来在这个祝德美军 他担任的是叫做 这个SEAD野右小组的任务 这一支所谓野右小组 基本上来讲就是进行防空制压打击 那这一支12加F16 而且特别是说 他已经换装这一个APG-823的 AESA雷达 其实跟台湾的F16V 性能提升之后是一样的 但是他因为他扮演防空制压 作战的角色 背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任务就是未来恐怕 确实在必要时候 会负责打击 这个中国沿海的防空基地 所以先前CSIS在谈到说 如果台海开战 美军会限制自己攻击 中国基地的可能 这个部分 从实际的作战计划跟部署来讲 看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 美军绝对不会自负手脚 去避免打击中国的 这些沿海的基地 那同时还有包含像 日本最近不断的强化军备之外 最近还跟印度也在进行一项 非常罕见的空中联防 那空中的演讯 这次很特殊是印度派了 四架的苏凯30MKI的战机 飞到日本的赤城县的基地 那跟日本的F15J 还有包含像F2战机 共同来联合演讯 那这个双方的攻防过程中 当然就被外界视为说 日本自卫队借由这样的机会 在摸底就是了解解放军同样也有 目前来讲恐怕已经不到百架的 苏凯30MKK或MK2 那基本上印度当初俄罗斯 卖给他的这个MKI型 基本上航电系统都要比解放军来的先进 那在这过程中 当然印度过去也曾经测试过 用苏凯30MKI挂载他自己国造的 这个长城的巡异飞弹 去模拟攻击中国 所以这样的一个演讯过程中 当然也被视为说 日印未来针对中国威胁 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联手 那现在日本的这个独卖新闻 还进一步曝光说 先前传出这个日本的 要两次反舰飞弹 除了射程200公里 要提升到1000公里之外 现在还传出说 他未来可能会配备三种弹头 可以互换 这在国际上确实非常罕见 因为过去来讲 这种陆基型的飞弹 不管是反舰也好 防空也好 或者是地对地的导弹 基本上就像解放军宣称的 就是核长兼备 必要时候可以 携带这个战术核武 但是传统的弹头 一般来讲是携带高爆弹头 现在传出说 日本未来会开发三型的弹头 第一个属于侦察型的弹头 这在过去也非常早见 可能可以透过光学摄影机 在这个飞弹飞行巡异的过程中 去侦察敌情 第二型是所谓干扰型的弹头 也就是其实非常可能 像是这个反辐射飞弹 在这个攻击过程中 它可以这个发出 所谓的电池干扰波 去压制对方的这一个 防空体系 那最后一型 当然是传统上 它用于所谓的 这个反舰飞弹 也就是说 这样的飞弹未来也可以攻击 这个解放军海上的船舰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